上一集我教大家做了应急的罐头灯 不多废话 这一期录音书教你用饭盒和罐头灯来吹饭 让你在户外也能吃到一顿香喷喷的完美的米饭 大米一个人80克 加水泡20分钟左右 20分钟后把水倒干净 再往里面加200毫升左右的水 我为了你们特意去查了一下资料 其实我都是瞎就不乱加的 不是我平时都是随便加的 加一点点油防止它糊锅 这个饭盒之所以能吹饭 就是因为它有这种比较紧的盖子 可以形成一些压力 哎呀一点起火我就开心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饭盒放在下面 噼里啪啦的声音就差不多可以拿出来了 下面都可以烧黑了 你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些水蒸汽出现了 20分钟左右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 我平时是会用毛巾来给它裹住的 但是今天我看它太黑了 我实在不忍心用我的毛巾 所以今天我就用一个快递的袋子给它裹一下 闷一下的目的是为了让它不要继续加热 形成糊底然后用它余下来的水汽慢慢再给它焖熟 OK 来我们的饭就这么出来了 感受一下 很成功的米饭呢 粒粒分明 尝一口 完全OK 平时大家出去吹饭可以多用气炉 气罐 还有酒精炉等等的 就不会这样污染了整个锅底 接下来我们会用刚刚烧完的金枪鱼罐头做一道洛书特制灵魂盖饭 这边全黑了 这是我最爱的桌子 你们陪我吗